在最近许多令人难过或者意外的新闻当中 总算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来自台东县的卖菜阿嬷陈述局 因为多年来省吃俭用 默默捐出了上千万元行善 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 今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大人物 谦虚的阿嬷认为捐钱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 本来没有打算要去领奖 但是马银九总统认为他是台湾的爱心英雄 所以指示外交部要全力协助 而美国在台协会今天也特别提早开门 帮陈述局办理签证 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第一次搭乘飞机的陈述局已经出发 代表台湾飞向国际 第一次来到台北101的台东阿嬷陈述局 心情很不错 专心听解说员的讲解 对这里她觉得很新鲜 我第一次来台北看这么好的东京 内容大飞机赴美前的空档台东县长黄建廷 带着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的陈述局到101参观 不管到哪里都被慎重接待 让影像朴实腼腆的陈述局觉得很不好意思 陈述局默默行善将多年蔓菜所得任养孤儿新建图书馆 获选时代杂志今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 上午在外交部谈到赴美领奖 她还是相当谦虚 我是没有认为这个是很值得这样子 我觉得跟平常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一点点小事会这样子 就算要出国领奖 个性朴实的陈述局还是没有什么不同 一双朴素的白布鞋 还有背了很多年的包包 连外交部要帮她添购新装也被婉拒 只买了一件牛仔裤 而她最想穿的还是工作时用的围裙 没有带我一多多来 有带来我一定带我一多多伤心 为了让陈述局赶上飞机到纽约领奖 外交部还紧急办理签证 AIT也破例一早七点半就开门收件 随后到外交部了解行程规划 由于担心她左脚风物性组织 实验情况恶化 上午在外交部官员陪同下 到新光医院检查治疗 医生表示已经帮陈述局换药 再加上抗生素治疗应该可以缓解 不过也提醒赴美搭机时间比较久 还是要小心一点比较好 记者综合报导